來參加今天的哲學費星期五 那今天我們本來講說人會非常多 所以我們在穆哲咖啡館沒有本來再舉行 那今天我們邀請了三位獎者 第一位是Yves Saint-Domingue 他是八比八大的政治學的教授 然後對於參與市民組有很多人 說很深的理解跟研究以及批評和觀察 那第二位我們找到的獎者是在巴黎的市政府的辦公室的副主任 專門處理巴黎市的參與市預算 那他們每年大概有一億的歐元在巴黎 他們在提供參與市預算的這樣的整個過程 然後剛好也應和到台灣 在目前很多的城市 比如說台中 台北 可能台南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都想要進行參與市預算的時候 巴黎的例子會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金 那接下來我就是在請到台灣的學者 萬宇哲老師 他是第一個引進參與市預算的人 那請萬宇哲老師 他是第一個引進參與市預算的觀念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介紹到台灣來的 然後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請負責這一個整個活動 從台北一直到台中 然後這個 所有會把巴黎的參與市預算帶到台灣的 法國的Nicolas Bouquet 他是 沙特念的那個學校 他自己說的 念那個學校 然後呢 法國高師的歷史學博士 他是專門研究 研究那個 左派 一樣這個 馬克思左派的思想 上次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那個 左派的未來那一場 也就是他提議的 那這次他也想 把他帶來 跟讓台灣一起來分享一下 會跟台灣的這個現實環境比較切合 所以我們現在也先熱烈掌聲 謝謝 謝謝 谢谢你。我非常愉快要在这里, 我开启了这个节奏, 有两位美国人和一位教授台湾。 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合作与Café Philo, 我非常高興能夠跟咖啡廣告 做法國代財協會和木澤咖啡哲學星期五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 今天博凱先生非常高興可以看到各位參加法國代財協會 跟木澤咖啡哲學星期五 可是今天好像是非星期五 非星期五,這個河版的一個活動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法國的教授 以及萬老師,台灣的學者 跟我們一起分享有關民主與城市的發展 我們很重要的 是我們可以參與 avec les associations Taiwanese, avec la société civile qui sont des partenaires extraordinaires. Je voudrais d'abord remercier Sinkai et les Cafés Philo avec qui nous avons déjà organisé des soirées. Nous avons organisé la soirée de ce soir. Je voudrais remercier chaleureusement Audrey Tang et Xia Liyang Hao de Open Culture Foundation avec qui nous avons une autre rencontre jeudi prochain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在台湾的一些民间的组织,社会的合作,然后参与 我们在过去已经跟哲学星期五办过很多场活动 然后这次也感谢这个OpenCultureFoundation的加入 下个星期四我们也会有一场精彩的活动 我们也要感谢ChiA Hwa Lu的Al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是一个另一个传织,我们下来专业,我们将来专业 明天我们将在台湾,我们会专业和台湾的专业和台湾 在这边的问题上,我们将来专业和台湾的专业 然后翌日我们将来专业和台湾的专业和台湾的专业 是一个很终的摩扇 而我们应当递业的专门,我们参专业和台湾的专业和台湾的专业 我们将来专业和台湾专业的专门 我们会专专门专业的专家 和台湾的专家 而他们存在因为联合体会 他们也有些发生而录专业和台湾的专家 其实当然是有他们读到的地方要分享给台湾的听众 但是其实这些学者回去之后也常说他们在台湾学到非常多不一样的民族 我们现在先热烈掌声欢迎Mr.Sendomare 我感谢咖啡Philo和BureauFrançais为这些兴兴 在台湾是不容易接触到台湾的运动 我们知道这些是创意的 但在同时,能够发现实际上的美丽丽丽丽丽 我本想想一下,我非常愉快地有一个大家感谢,我认为没有讲解 Harry Potter的课题,我认为她们在这里跟她们的一位的 correction,他说她们在这里和她们的白色的地方的发展这是个比较ential的 作者,她说她们就非常愉快 高興喔 可以嗎?試試看 他非常榮幸今天有機會來到台灣 然後非常感謝哲學星期五 以及法國在台協會的邀請 另外他也開一個小玩笑 他說非常高興 就是說今天在做這個白頭髮的 都是西方人 可見台灣的年輕朋友 非常有公民意識 然後也有興趣參與 非常高興 下一題 我抱歉 我抱歉 因為我講解 因為我講解 一部分的資料 我會寫在搜尋 我的初心 是在採取了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未有益国家,不经常在国家,不经常在歇文中, 不经常在歇文中,不经常在歇文中的国家, 但是在古代国家,我们看到烈不足的贊助力 在歇文中的歇文中, 在歇文中,在外国家的国家中, 但是如果我们在歇文中, 这首颇文中的领域, 那麽人士,他們的意思是 這些人都發生了一個很好的經濟 我們請求英國人的信息 他們的信息 他們可以自我自己的支持 那麽也可以自我自己的支持 那麽今天這場演講的出發點是一項觀察 藤鳳梁教授 他說他觀察到在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還沒有得到民主化的國家的人民 非常希望民主化 像台灣一樣,在近年民主化的國家會希望民主能夠更深化或者說更完整 可是比較矛盾的是在一些古老的民主國家,這些所謂的公民們卻是對民主有部分的失望或者說不信任的 以德國為例的話,如果問他們對他們的政治人物的信任度只有10% 下一頓報議,評論 acho,很重要的 大家和清採訪議,提示有確的確要求88人 大家都沒他是合理,但是在這方面的視乎,點東西比較重要的 一部分重要的份餐廳是要請請受歡迎 為了有對抗的對方提供的必要是沒有提供的 而民主們強也 Irish是比較較為提供的 這份的套是可以用來提供的 繼續以德國為例的話,其實非常明顯的是各個國家的公民們都非常有意願要參與他們自己國家的運作、民主的發展 不過呢,一個前提是說,所謂的參與式的民主必須要是真的深層的參與,而不是只是做做樣子開放 民眾可以去聽聽政府的確定,實際上可以有交流,實際上可以參與,但是這樣的話,參與的意願就非常高 對,不意不意的公民、公民主要是實際的民主要的發展 對,不意的意思,不意的公民主要是不可以參與其中一個進行的 参与市的民主要成功了吗 首先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当权者有实体的有破例有决心要推动这样的改革 而且不只是要有短暂的破例而是要长期的有远见的持续的执行下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除了当权者之外 在运作的官僚体系、公务体系也必须要参与实际投入这样的改革 如果说当权者跟民众、向前审判等等所谓的参与市等等 可是背后的官僚体系、公务体系并没有实际去配合、去投入这样的改变的话 那这样参与市民主也没有办法成形 第三个必要的条件是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化的改革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新民主化的国家 其实大家的人民以往是习惯就是比较单向的接受 或者说在听然后听别人给予什么样的命令什么样的政策由上而下 可是呢一旦是参与市的民主的时候这个文化必须要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由公民们自己提出建议、提出建议 然后双向的交流在这种训练的训练也要提出自己的想法 不同的重要性和公移者会提供的 其他问题是在与市民主持人的目标 我再不再提出全 我设意证明的意证明 是重要的事情 是在与市民主持人的观点 为练习当时是正常的目标 在与市民主持人的目标 在与市民主持人的目标 是联系的好用的 或者我们的成立 或是与市民主持人的目标 也不如我们会到复兽 但它仍然是最好做的,如果是做出一場表演, 而做出一場表演的表演, 而是做出一場表演的表演。 所有目前世界上的參與民主的經驗都告訴我們, 就是如果有三個條件, 然後真的不實地,實際, 真的有決心地去推行的話, 那麼參與民主的成果,成效都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說這只是參與民主,只是一個口號, 只是一個作秀的話, 那還不如無所謂的表演。 下一題,請停下來,請問。 世界上的參與民主的參與民主, 它們不必要向民主的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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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 而大家可以派出 résidection 參與民主的參與民主代表演一場表演一場表演。 歡迎 мог選擇的參與民主建 muito反骨, 在民主委會出入參與民主的參與民主座 tray, 有所謂的有組織,已經有組織起來的公民,有自願的公民,有抽籤的,或者部分的代表性的公眾,或者是全體公民。 那麼一般來說,今天晚上我們的主題,參與式,預算,參與式的這個部分呢, 會是以自願的公民作為對象。 的問題是一種的議案面開發展的。 的新興奮發展的勢力量是一種的股方法在先前幾個月的歷史上, 也有關於1990的年紀而畢業。 的盡量是不經常的,而是一種地區的建立在內的中國大陸。 其中一種地區的建立,每個中國大陸西深的歷史上的歷史。 日本上的那些由今事也好说, 有20年6年能有更多了 180ms, 也十分手说, 是一 1933年的出现, 今天有的美展有改变, 在美国中国专业绿不是 正在黑业绿专业洲业, 中国专业需要业更多, 有条件的到处理上, 而且这是另外一项之内的 来我们的带来到台湾, 这是我们的发生, 这些发生中的任何堵上。 今天,有約2,500,這要是根據規定的, 有約2,500,有約2,500, 在世界上有所謂的資源。 那麼,稍微做個歷史回顧, 其實這個參與市預算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由發起這個國家發明的, 然後也是在那邊首次的實踐, 所以有趣的是說,在現今的這個事件, 有關於民主的創新, 不再一定是來自歐洲,來自北美, 因為很可能是來自於南半球, 那麼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法國學者他們說他們非常開心可以來到台灣, 因為也是一個或許學習到新的民主創意的一個機會。 那麼,這個定義不一樣的, 所以數據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目前公認, 就是這個參與市預算, 目前全世界大概有2,500個, 這樣的計畫正在進行。 接下來, 您可以看到, 在這張圖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2012年的資料, 到現在2015, 這個參與市預算的計畫有更多了, 而且在非洲跟亞洲發展得更豐盛。 接下來, 我們可以分析三個大部分的發展。 在第一段時間, participatif的一部的政治人物被承受了一部的反共产党, 是在一部的反共产党的方式, 第二段時間,社交媒体像是世界上的反共产党, 所持有更多的重要的角色, 而今天,在一部的反共产党, 是一部的反共产党, 它是非常不同的行政党, 它是一部的反共产党的一部的反共产党, 但是另一方面,大盘国家是一种大专业的专业 就像世界銀行來推動這樣的參與式預算 最後,也就是現在的這個階段,第三個階段 其實已經不分左派右派了全世界參與式預算 這樣的計畫到處就像雨紅春筍這樣在冒出來 各種的理念也都蓬勃地在推動 我相信,是一種的資產主意的好東西 是一種不同的方法,是關注的 並不是有關注的有關注的 型格是特別的 在外面凍結合集中 我們在外面凍結合一組合一組的主意 也有關注的一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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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每个合选了同时,在这个合选择,当初成为主义一场合选择的关系, 而在这个合选择,当初成为主义,我们几乎这些融化的融化, 到融化的投票,我们要在公司提出一个共同的交换, 在互相对商业发生意证据的目标,或是可以更重要的, 而其他地方和其他地方的合作, 而其他地方是在其他地方的合作。 在參與式預算中, 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參與形態的改革。 所謂的新形態的參與, 他們最大的不同, 三個名教授認為, 就是各位在圖表上看到的。 在過去呢, 所謂的參與, 都是個別的公民組織跟當權者的縱向交流。 反而是公民團體之間互相並沒有交流。 到了近代新形態的參與, 強調的就是, 公民團體與公民團體之間必須要互動, 必須要交流, 然後試著讓各個團體之間的利益 怎麼樣去搭配, 或者說競爭, 有時候是競爭, 然後再一起交流, 跟這個當權者進行交流, 決定資源分配。 接下來的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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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為了解的為了解的, 我會不想為了解的, 我會只要說過, 這就是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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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的, 在這裏面上的, 這裏面上的, 我會覺得, 也有印象中的, 在台灣, 這些事情是做的, 所以,我們也要在地上學習習近平的學習, 而在同時,我們也要用了採用的方法, 而在同時,我們也要和我們有所謂的問題。 就像剛才說的, 目前蔡醫師的預算計畫非常多, 但是,最成功的案例幾乎都是 必須要有非常有想像力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要非常地在地化, 要因應當地的需求, 包括當地的社會的情勢發展, 提出相對應的企劃。 不可能拿巴西的方案, 直接套用到台灣, 或者拿台灣的這些套用到哪裡。 各個不同的社會都必須要想像出這些的一個解決。 我們會再過一段時間。 甚至在中國時, 我們會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問一下, 如果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一件事。 一件事是一件事。 我確定是一件事。 我確定是一件事。 很多城市在法國會放進去。 或許這件事是一件事。 但這件事是一件事。 這件事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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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上常有一些流行的學派。 還是說這是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一個長久的概念。 不可否認。 有一部分是流行。 那桑特曼教授也說, 在巴黎成功的案例之後, 相信法國也會有很多其他的城市會追隨這樣的流行。 然後推出類似的參與式的預算。 但是呢, 跳脫這個所謂流行的成份。 其實這個桑特曼教授仍然認為, 參與式預算它其實是一個代表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 那是民主的一種新的出路。 因為大家知道代議式民主在這些古老的民主國家遇到相當的困境。 像剛才說的, 德國或者法國他們的人民對他們的政治經營的信任度在衰退。 所以代議式民主遇到許多的困境。 那像這類的參與式的預算似乎是一條可行的出路。 請說明, 那為什麼事情做得很重要。 以為人家的預算估計劃的, 甚至是大家的民主要職員會召集中, 比一個市場所必要的職員、 雖然他們要留在這些戶口。 少數有限的項目。 所以我們要留在記者。 真正在唯一 upperc乎的內衷目。 也要是說實際的事情。 那感覺很重要的事。 必須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些這些事情。 上過的含量。 會談到透過了透過的觀點。 不過如果要認真的反省一下目前的這些參與市預算計劃的話 上科苗教授他說目前的這些計劃常常被人詬病的地方就是說 讓公民參與的都是知為莫及的部分 然後真正重要的可能是公民參與不到或者無法抉擇 如果說要跳脫流行的命運的話 那麼參與市預算必定要讓公民的參與進入到核心的決策 而不是只是在決定一些知為莫及 現在,他必須一定要在對藍北來的思想 現在,我認為他必須要重視著一種內臨的有關 在歷史上,美國、進入的 Seit時代的歷史中 不端下當年變成因素不算是做立法案 民歌詞与为原创估。 有些人,什么人说, 中文字,人类像华华, 和军人赌入。 但是,这些人没人应该, 且并不宗佳的费亡。 看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 有细节环境和其国的常溝, 主要是信念, 加上了一од房子, 和利益情侵略, 但今天我们在一个很相众, 等待见零细化, 在一种化学衣 handswall会相比, 但有些很高调的论仪和调s color妆, 和其他国家伙伴 正在用社群政府, 和新与新与取伴隐形, 和新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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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丽子, 其實沒有西國民權的關係 我們在這邊勾勒出一個比較廣的歷史走向 山中苗教授他說其實十八世紀 這些我們所知的美國大革命、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 其實他們所推翻的、建立的並不是代議式的民主 而是某種透過選舉的精英政治制度 甚至是有點像政治貴族這樣的形態出現 必須要等到十九世紀全民普選這樣的選舉制度開始出現 才真正的有所謂的民主化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的後半段 這些古老的民主國家、法國、美國、英國等等 他們也都面臨了瓶頸 然後所有這些國家的公民都覺得無法忍受了 不能再信任這些精英的政治精英了 那到底出路在哪裡呢? 似乎這個參與式的民主是一個出路 那麼有趣的是說 參與式這樣的民主的嘗試呢 他出現在這些所謂老的民主國家 但同時他也出現在一些新興的民主國家 像台灣,甚至更新的民主國家也都有 next en Europe en tout cas on a des crises multiples qui sont distinctes mais dont les effets se font sentir aujourd'hui de façon cumularisante crise économique une crise écologique une crise de la place de l'Europe dans le monde j'ai passé trois mois à Pékin on se rend compte du déplacement du centre de gravité du monde lorsqu'on vient d'un pays comme la France les États-nations ont la souveraineté plus limitée ce n'est pas très simplement donc au Pégoire la France est touchée également par ce phénomène des changements énormes entre la génération de mes parents et celle de mes enfants internet par exemple a tout révolutionné et les systèmes politiques occidentaux ont fait du surplace ouvrant une distance croissant entre la société qui évolue et le système politique qui bouge guerre et puis en Europe un facteur spécifique est venu s'ajouter si vous prenez les 50 plus grands partis européens ils ont perdu plus de la moitié de leurs membres en deux décennies ou trois décennies et aujourd'hui ne permettent plus une communication adéquate entre la société et les centres de décision les gens qui ont été proposés les gens qui ont dit les gens qui ont été proposés et les gens qui ont été proposés à la société 然後有這個生態的危機,全球氣候的危機 然後還有這個全世界的這個,簡單的說就是重心的轉動 過去北美以歐洲為主,然後現在正在往亞洲移動 所以歐洲常有一種衰退的一種感覺 另外還有我們大家都感受到的所謂的國族、國家的力量、國家框架的弱化 以及社會劇烈的變遷,這個在台灣非常明顯 大家可以想像20年前手機、20年前網路和現在 最後一項重要的變遷是說,過去的這些非常強而有力的政黨組織 就是所謂的全世界最強的50大政黨 他們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他們的黨員人數都掉了至少一半 那這樣的一個退化呢,使得這些政黨與社會民眾之間的溝通 理念的傳輸、交流等等出現了斷層 這也是一個主上的一個編結 Next Pour conclure 我認為這感覺是一種感覺 我認為這感覺大幅的成果 在歐洲中間最正確的一種感覺 一種感覺大幅的成果 我認為這形狀的感覺 這一個可能性是不可以的 反恐怖的感覺 在新的国家的新的国家是新的国家。 我感觉到封的国家, 如果我们的国家是可以保护, 我们有三个性格的选择。 我们的第一个是一个 我一个朋友 Colin Crouch 叫做《post-democracy》。 和其他一种, 在选择, 在立场的立场, 在公司的双场, 但在同时,最重要的决定会扩在外面,除了外国的公司。 他们是被网易中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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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网易中的公司。 作为结论,我先提到这个现状,台湾很常说,维持现状,维持现状。 但是,这个现状,其实在许多国家,不只是在欧洲、亚洲、美洲,对许多国家的公众来说,现状根本是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因为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一个现状。 所以这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延伸下去,那既然现状不可维持,那么就要想未来的这个版本可能的延伸。 第一个可能是所谓的后民主这样的一个想象。 后民主就是,表面上是民主的,继续有多元政党的竞争,有选举制度,然后也有选出来的政治精英。 可是呢,真正重要的所有的决策,并不是透过这样的选举结果来制定,可能是跨国的企业,或者是跨国的国际组织在做的,或者是所谓的国际法,国际条约, 在真正的带着这些道路,也需要遵守他们的后民主的想象。 但是呢,这些则是总共的最可能在另一段子的则 我相信我们已经出了入这个则 这也是感应该责Uh,但是起始的则 这个则是尽的关系 第二个则,是一则的则 他说不代表地的则 那我们不语练习的则 我们可以讪了在第二个环境下的一六点 但是奚和有剧续 他们的则有限则 穆满得的拥有把揭承的则 第二个版本,第二个对未来的可能的一个未来的版本就是所谓的专制主义的附属。 相对于这个后民主的话,这个专制主义它的这个对于言论自由,对于政治自由,政治权利的线缩都非常的明显。 那么刚才上周梁就要说,后民主这样的一个版本,他觉得欧洲目前正在走向。 那这个比如说希腊这次的这个出力的方式就虽然有点极端,但是有一些迹象这样,那第二个对未来的专制主义。 第三个进步了,关键扬法序。 其实有反应的选担投 schneller动,萊 cell的迹象选择开UTーチ,并大量和进展短棒的driven脑代。 所有的工程度是一种融入的 可能这不是的最后较真正的步骤 我相信是几个步骤的步骤 有步骤的步骤在这些角度 在非常非常逆适合 我相信是有机会的问题 即使我们不确定 但是我们越来越多了 而试试的进行步 最後一種想像對未來可能的版本,或許也是最令人嚮往的一種版本,就是所謂的多元化的民主制度,還有深化的民主制度, 透過更多的參與更多的直接的民主,而不是像過去的代議式的間接的民主, 然後發展出新的民主的形態,更多的讓公民們去參與,或許這個是第三個版本,第三個對未來的信息。 謝謝。 Bonjour à tous, tout d'abord je voulais également m'associer au remerciement du professeur Saint-Famer, remercier bien entendu le bureau français de Taipé pour son invitation, et également le Café Philo, et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ont contribué à la bonne réalisation de cette séance d'échange, qui commence déjà très intéressante. Je remercie également, particulièrement Audrey, pour la traduction de la présentation en chinois, et grâce à Louise, j'a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e présentation, donc je n'ai absolument pas demandé tout ce qui est dit. et je lui fait de confier.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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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ès vite, je voudrais vous présenter quelques instances de démocratie locale à Paris, et commencer par les conseils de quartier. Paris est divisé en 20 arrondissements, 20 décès, et chaque arrondissement, selon sa taille, est divisé entre 4 et 10 quartiers. et dans chaque quartier, il y a un conseil de quartier. La loi prévoit cela dans les villes depuis 40 minutes du temps. Et donc, à Paris, nous avons mis en place depuis 2002 ces instances de démocratie locale.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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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le rôle du conseil de quartier est à double sens. D'une part, c'est un moyen pour les élus d'échanger et de partager les projets qu'ils font pour l'aménagement du quartier. Et, inversement, c'est également un lieu, une instance au sein de laquelle les habitants peuvent faire passer des messages aux élus, faire des propositions, et même proposer des projets concrets.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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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message important par rapport à ces instances de démocratie locale, et je vais être honnête avec vous, le résultat est très inégal. Cela dépend vraiment de la volonté politique des élus locaux de vouloir faire vivre ces instances de démocratie locale, soit elles ne font que de la communication, et à ce moment-là, le conseil de quartier est une instance qui, très doucement, va s'éteindre, soit il y a vraiment l'objectif de construire quelque chose avec les habitants et mettre de la vie dans ces instances de démocratie, et à ce moment-là, le conseil de quartier est susceptible de jouer son rôle et de vraiment être un moteur dans la vie locale.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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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sais que la jeunesse taïwanaise est très dynamique, et je voulais donc présenter également une instance de démocratie locale qui s'appelle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et qui est une instance qui réunit une centaine de jeunes parisiennes qui vivent à Paris, qui travaillent à Paris, qui étudient à Paris, 50 jeunes hommes et 50 jeunes femmes. Et l'objectif de cette instance est véritablement désormais de participer à l'actualité politique de la jeunesse de la jeunesse de Paris. Ils ne préparent désormais de grandes délibérations qui sont votées lors du Conseil de Paris.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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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est à nouveau un exemple d'une instance qui vit si on donne un objet concret. Dans le passé, cette instance de démocratie était un lieu de discussion qui n'avait pas de conséquences et pas de suite. Les jeunes du Conseil se réunissaient, discutaient d'un sujet, faisaient des propositions qui étaient totalement en décalage par rapport à l'agenda des élus. Il n'y avait donc pas de suite à leur débat. Désormais, le fait que les jeunes soient totalement intégrés aux discussions politiques, aux grands débats que mènent les élus du Conseil a redonné une véritable vitalité à cette instance. Et aujourd'hui, la participation au sein de ce Conseil est très, très importante. Et d'ailleurs, les avis et les recommandations qui sont formulées par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ont des conséquences. Les trois dernières interventions du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ont modifié les délibérations qui ont été votées au Conseil de Paris.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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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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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步重要的筏在通知的域 第一步,是把快靠, 我們 founded経験的精工途, 一步 mobile動作同一步, 一步主要是訓練的 중요한故事。 第二步, 它主要是承導主要的公司, 運動工途的公司, 運動工途的工程概念, 運動工途的工程。 第三 phase,是棺权和投票。 第三 phase,是棺权和投票。 棺权和投票。 是棺权和投票的支持。 如果是棺权和投票, 那是非棺权和搭许的, 但是非常安全的, 與 參與市民預算的流程分為四個主要階段 各位朋友可能在手上沒有指紋 不過在影片上可以看到 1-3、1、1和3是公民市民們直接可以大量參與的部分 這個brainstorming,集思廣益,這是意義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可行性、產品、評估這些 可能還是由市政的工廠師、專業人員來評估 三,巴黎市民投票,也就是時期的決策 哪一個計劃我們要去做,哪一個不去做 哪一個先做,哪一個不後做等等 這個又是由巴黎市民直接參與去決定的 那麼重要的是,第四點非常重要 實施勝出項目 因為一旦有了決策之後,如果沒有任何的成果 沒有任何的影響,沒有任何的後果出現的話 成果出現的話,大家玩了一年兩年就知道 這只是作秀而已 所以第四點,對楠先生說非常重要 就是要實際的,謝謝 提結ら lac檢查一下 第一,入市提供機構 第二,我們先進展開 当然我们使用现象中间的公司的开计 我们也会与于同时的对比 关于其他地步 其是在终于公公的地方 继续打造了公共的联系 也就是在美国的公民进行公民 更是在美国的公民进行公民 在介绍完整体的流程之后 在细部的介绍各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制定的收集专案 就是刚才说的Brandzoning 集团的这个部分 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是说 要安排一个地点 让公民们市民可以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讨论 实际的进行 大家认为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值得做的 然后怎么去做 等等 那这样的所谓的资源地点 当然有刚才提到的社区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地点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 民间团体组织协会 各个领域的组织团体协会 这个是民间的力量 非常重要 要移动他们的帮忙 然后共同们跟民间的合作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 可以提出各种的想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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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制定一些新的提案 然后一些提出新的想法 之前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 要让一般市民民众了解 这个什么是有可能做的 然后成本是怎么样 然后有非常多的资讯 必须要让市民们了解 他们才能够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案 要不然就是真的是天马行空的一些提案 那比如说接触网站 网路的资源 来告诉民众说很简单啊 在巴黎要种一棵树的话 就是要4000欧元 4000欧元乘以312万台比 像这类的资讯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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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ges manufact everyone 自账拍摄 接下来 接下来 他必須調查整個提供的提供, 所以他提供了很多人在法律企業。 目前,有超過300人, 有所謂的提供的提供。 第二個階段,就是可行性跟成本的提供。 這個部分,說得真的, 就是比較是交由市政團隊內部來進行。 這個階段,其實這個步驟, 其實是非常花時間,也花人力的。 舉例來說,2015年, 一般民眾,這些市民, 他們一共提出了5000個參與式預算的方案。 那麼,巴黎市政府為了要去審核, 進行可行性成本評估, 就一共拖出了300位市政團隊, 還有300位工人員, 在進行這樣的經過工作。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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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uite, après l'étude des projets vient le moment de la campagne ou du vote là les parisiens sont invités à présenter leur projet et à faire campagne pour leur projet pour mobiliser un maximum de parisiens derrière leur projet on leur fournit, s'ils le souhaitent des éléments de communication par exemple, ils peuvent avoir un petit, on a des documents qui sont prêts, ils ont juste à modifier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红大铃铛 到一致是汽車廂 boxes Locook? 以前有唯有假市场 豁了 以将刑入 mant 或者是发展在20年度的投资投资金顺利 由市民來決定那些方案去進行 那要決策之前當然要先做所謂的說明推廣 所以會有一些經過剛才所說的成本評估 可行性評估的這些方案被提出來 然後有各種工具由市府團隊提供給一般市民 讓他們可以針對他們想要希望成真的這個計畫進行推廣 比如說有這種傳單已經做好了 然後只要把內容改一改天一天 然後就可以印出來 或者是類似YouTube的影片 或者是想要做短片 也是一樣大致上它的規格框架已經拍好了 但是你就再把關於你的計畫的內容 特別的地方再把它弄進去 然後來推廣 等於說拉票 為你的這個計畫拉票 然後之後再進行表決 那剛才這時候也會討論到 跟江澤討論就是說 一開始不是有五千個計畫嗎 然後 但是最後會真的實行的 其實只有二十一個計畫 二十一個就是巴黎有二十區嗎 二十區那就是一區會有一個參與市預算 然後還有一個是 一開始是一開始的整個巴黎有一個參與市預算 有些人的照片 我们在标准的标准上,我们在标准上,我们会在标准的标准场, 我们会在标准上,但在标准的标准上,我们会在标准的标准时一起去。 就是今年的9月10號到20號,有10天的時間 可以從5000個裡面通過成本還有可信性的大概有五、六百個 然後五、六百個裡面要再選出21個投票表決的過程 兩種投票的方式總是網路上的電子投票,另外總是紙本的 放在這句話 ? a qui peut voter tous les parisiens voté quel que soit leur âge et leur nationalité il suffit de s'engager et déclarer sur l'honneur être parisien c'était un engagement fort de la maire de paris ne pas se limiter aux listes électorales et aller au delà vraiment que tous les usagers parisiens tous les habitants 所以都aux 教育所她的滴谴 是不佩预期欣上的 greed 如果看到投票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投票是非常宽容, 他們並沒有限制,你需要在選舉人的名單上,沒有年齡甚至國籍的限制,你只要填寫一張表格,然後宣稱,並且簽名說我是巴黎人,我住在巴黎,只有有權利投票。 這個投票呢,就是你在所有的這些參與式預算的計畫裡面,在這個清單裡面都可以選你最喜歡的十個,最後就是得票數最多的這些,然後還有這個會確定中選,那到底有多少個可以選上呢? 那就看每一個的預算,如果預算被分掉了,沒有預算了,那就看到第四個就沒有了,那如果每一個計畫的預算其實是偏低的,那或許可以到15個,20個。 etc. years 幾 heroes ено 對最近,進入,成定今做地產上的移 bukan拜登, next 幾hor我在出 trend上 крут到一個際任務好的產業程來當 Party, 問題是吧, 是遊歷, 待會, 刻, 合法專有過 parle Eso, 包括生活和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有777項目提供到巴黎人, 547項目提供到10項目提供10項目 剛才提到的就是,巴黎人最關注的似乎是關於他們生活環境的改善這個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提出來的參與式預算的企劃有四分之一都是這一方面的。 總共提出來五千多個企劃案,有七十七個是巴黎二十個區要選出來的一個。 然後五百四十七個專案是各個巴黎第一區一個,第二區一個, 要提出一份的主意和法定,在中東之中的主意是一種有三個區域的。 為了解,我會說明了一個重點的重要性, 還有一個重點,在本來,在這份主意的方式、 在這份主意的方式, 在法國有意義的公司,她想要這個議員,她想要很快的,她想要很快的, 讓他們的事情發展,讓他們做意義的,讓他們做意義的, 因為她的願望,她的努力,她的努力可以在行動的公司, 讓他們做意義的公司,讓他們做意義的公司, 是需要。 另外,我想,我真的想要重新的 努力, 工作人員, 因為 這個計劃 是受到的客戶 非常感激烈 在所有的聚會 在所有的市場 我們可以移動 的客戶 是非常感激烈 沒有,他們也有這麼說實的。 他們的公司,他們也有非常勇氣, 他們也有這麼一個進行的支持者。 那麼,今天講的結論, 先生說要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是政治的決心和獲利 因為巴黎市政府之所以有這樣的參與式計畫的成功 背後功不可沒的就是這個女性的市長 她當選之後很快的她就說她一定要去做這個部分 然後她就指定她的副市長專責去進行這樣的部分然後處理 那政治魄力講回來就是大家手中的票吧 就是你們選出來的人很重要 那這個不要說選誰都一樣 其實不一樣的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參與式的預算這樣的計畫 對於民眾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可是其實對於市眾團隊也是一個好消息 一方面是說有了許多新的創意 新的點子的來源 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公務人員 這個工作久了都會有某種的倦怠 那這個可是呢 他們在進行這類的參與式的預算的計畫的時候 他們每每跟這個市民們接觸 然後交流 所得到的回應 回應 那個回響 就是非常正面的 非常的 非常的 正向的 然後反過來 激勵的市政團隊 因為他們重新得到了這個工作上的一種動力 或者說是能源 那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 進行的一種嘗試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兩位法國的專家來跟我們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把問題先收集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場地好像到9點半了 所以我們盡量讓郁澤講完 等一下他會再翻譯 就是請我坐在旁邊翻譯 但是在他郁澤開始講之前 我們先給這個議者 一個 那個翻譯的議者 詹文碩先生給一個熱烈掌聲 謝謝 他完全好像沒有在翻譯一樣 好像是他自己在演講 所以我一定會找他來直接興趣 我要講他自己的話 他是一個關於政治科學的一個專家 然後其實非常優秀的 有在我 跟他非常欣賞一位朋友 然後再來 就是我們現在熱烈掌聲 歡迎郁澤跟我們講一下台灣的經驗 我站在這邊講 我站在這邊回頭很累 好 下一講 我今天大概會把重點擺在兩個部分 首先我會先談一下參與市預算的演變 這個部分我覺得不是今天重點 我覺得今天重點應該是談 我們談一下跨國之間的經驗交流 所以會談一下台灣目前 有哪些地方在推動參與市預算 以及他們怎麼做的 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講完這個呢 會談一下說 如果我們未來要繼續觀察台灣參與市預算的走向 可以有哪些比較好的觀察方向 我大概把重點擺在這個地方 好 下一講 先談談理念 參與市預算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 基本上在全球各地實施的模式都不一樣 所以你並沒有一套可以放豬四函而接準的SOP 並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我把它叫做弱定義WIC 就是說它是比較廣泛的一個說法 它是這樣說 參與市預算就是市民透過這樣的決策過程 針對公共資源的分配來進行審議和協商 你只要滿足這個要件 你就是參與市預算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廣泛的定義 在這個定義底下 可能全球有實行過的可能就超過兩三千個 好 下一張 但是呢 如果我們用比較強的 也就是比較窄一點的定義 那我採用三東美亞教授 以及他的研究團隊 他提出的五個重要的要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 不用講的就是處理財政或預算問題 第二個 你必須要涵蓋到市政 或者是市政裡面的區的層面 那其中必須要有人民選舉處的行政機構 擁有某種程度的行政權 你要是在這種的行政範圍裡面去推動 才叫採用市預算 那在這個定義底下 有些案例就會被刪掉 比如說法國某些案例 他們是學校內的採用市預算 有時候國際比較會談 但是如果在這個定義底下 它就不算了 第三個也是很重要的 它必須是一個重複的過程 而不是今天政府新鮮來潮 今年推行 明年再看看 後年再說 不是這個樣子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不是財政預算 第四個也很重要 在推動這個財政預算的過程當中 必須包含某種形式的審議的過程 就是你必須創造出一個機制或一個場合 讓市民跟市民團體之間可以面對面的審議 這個定義也很強 因為根據這個定義的話 很多案例也會被刪掉 甚至可能包括巴黎的案例 因為大家聽到 剛才巴黎的案例 並沒有太多審議的成分 所以這個定義是不是要這樣定 當然是見仁兼知 這個是我認為是比較強的一個定義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規範性的方向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 最後呢 就是說你對結果的執行 以及執行的成效 必須要有某種程度的問責 市民要能夠監督跟了解 我推動這個東西以後 成果分析 包括比如說工程怎麼發包的 工程怎麼實作的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 你也可以去監督它 OK 好 下一張 再談一談裡面 假如各位不瞭解的話 在沒有參與式預算的情況底下 我們一般台灣市民 假如你關心預算 通常是怎麼做的 在沒有參與式預算的條件底下 我們通常這樣做 第一個 在議會 不管是議會還是立法院 的預算會期裡面 你去旁提 你去看看你選出來的人 有沒有好好做事 有沒有在好好的選預算 就在預算會期 大概就是從9月開始 下個月開始 第二個是 你去研究 通常就是預算審核通過以後 隔了一年半之後的決算 你去看看監察院 他們公佈的 就是審核報告 決算的審核報告 裡面是針對上上年度的 預算執行狀況做出一個檢討 你可以根據這個東西 自己去呈討他們 在目前狀況底下 台灣一般市民 如果要去了解跟監督預算的話 大概只有這兩條路可以走 台白說 這是一個非常低度的參與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預算的編制過程當中 一般公民幾乎完全沒有法言權 這是最重要的 你只能坐在那邊 等著人家把預算編完 立法院議會通過以後 執行以後 你才插得上手 你才能夠去看看他們做得好不好 這是一個非常被動的參與 那參與市預算 簡而言之 就是要在這個前置作業 在預算的編制 在預算的發想的過程當中 就納入公民的意見 那這個就是參與市預算的核心的精神 把公民的聲音 納入整個行政權內部 OK 好 下一張 那我現在談一談台灣的參與市預算幾種模式 那這個目前都還在實驗當中 它還不是一個穩定的模式 但是我想大家要很有興趣 我們目前怎麼做的 那第一個模式 我把它叫做芝加哥模式 因為這個做法 最早是從2009年的芝加哥開始的 當時芝加哥 有一個民主黨的議員 他就率先推動這個做法 他把它口袋中的 一部分的工程建議款 拿出來交給市民提案跟投票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芝加哥模式 那這個模式在今年也複製到台灣來 我們是在新北市新店的達官裡 去做這件事情 那推動的議員是 國民黨籍的是議員陳怡君 你沒有看出他是國民黨籍的 那至於為什麼是國民黨籍的 這背後有很複雜的 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是你要知道 是國民黨籍的議員推動的 並不是政府的議員 那陳怡君議員 他就拿出來了一部分 比例的工程建議款 然後交給達官裡的理名 去提案跟投票 那前天剛好是審議日 他們就是把幾個提案拿出來報告跟討論 接下來將會有一個禮拜的投票時間 那這個案例我是有參與的 那這種芝加哥模式 它的優點 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就是因為他是市議員 把自己所謂口袋中的私房錢拿出來做 這個在台灣跟美國都一樣 因為是市議員的私房錢 所以他沒有輔會衝突的問題 什麼叫輔會衝突 輔會衝突就是 你行政機關提出預算 以後要送到議會去 你在議會可能會被人家罵 被人家泡 那個東西叫做立法權監督行政權 那有的時候 衝突嚴重的時候 就是輔會關係會變得不好 比如說議會想要砍某些預算 讓市政府不高興 這個是常見的輔會衝突 但是假如是工程建議款的模式 就不涉及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議員自己的錢 當然 你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你可以質疑 那為什麼市議員可以有這種私房錢 你可以質疑這個很根本的問題 所以這個模式 不管在台灣還是在美國 都是有爭議的 比如說不管在台灣還是美國 都有人希望說 可以把這種錢全部收回給市府 不要變成市議員的私房錢 那為什麼呢 美國跟台灣都一樣 因為常常被政治學者批評 說這筆錢被拿去綁裝固裝 就真的變成一個私房錢 台灣過去大部分這種錢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這樣用的 你如果熟悉地方政治的生態 都很清楚 但是 你換一個方向來講 那假如今天我們大多數的市議員 都是具有民主理念的市議員 他們把大部分的這筆錢都拿出來給市民用 那好不好 也許不錯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那不見得哪一種模式一定比較好 我覺得台灣會有台灣特殊的狀況 那限制在於說 第一個 有些縣市的議員沒有這筆錢 比如說台北、台南、高雄 這筆錢都被過去的市政府砍掉了 你應該知道在台南曾經引發過 賴神跟市議會很嚴重的衝突 那個衝突當然沒有現在嚴重 但是當時是引發過不小的誠意 他把我們以前收回來 就是市議員 台灣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市議員有預算的建議權 本來就有 所以當時賴清德他們的想法就是 你本來就有建議權 所以我不用給你一個固定的額度 讓你去花 假如你地方有需要請你來跟我提案 我們由行政機關角度來評估 那這個就是把權力收回到行政權這個地方來 這個是包括台北、台南、高雄、市政府的想法 差不多這樣 他們覺得不應該給市議員一定額度的錢 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這樣了解 所以在這些縣市可能就沒有辦法推動這種模式 第二個是 這種模式表面上看起來是市議員 民意代表推動的 但實際上 推動的過程當中 需要非常高度的行政部門的配合 怎麼說呢 比如說你今天開放了市民的提案 市民提出來的案子一定五花八門 天馬行空 巴黎提了五千個案子 怎麼辦 五千個不能全部拿來投票 同樣的 我們現在開放李明投票 提了一百個案子 讓每個案子亂七八糟 你今天要給大家投票嗎 這好像不是參與市預算的原意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某種程度的行政機關的協助 來協助市民把他們的提案精緻化 提出一個真正具有公共性可行性的提案 這跟巴黎的做法是一致的 巴黎他們動用了三百位公務員做這件事情 同樣的如果是市議員推動這個模式 你還是需要行政部門在這個部分給予協助 這個模式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下一張 接下來我談一談另外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就不是由市議員推動 而是由行政機關去推動 這個做法是目前台北市希望的做法 這個做法我把它叫做完全開放模式 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先匡定一筆預算的額度 比如說五億新台幣 接下來他說台北的各個行政區 就把這個錢拿下去 接下來開放所有市民提案 各個區的市民都可以提案 不管你住哪個區 你都可以針對你那個區的某些事項 提出你的建議或某些具體的方案 接下來呢 因為我提案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有人關心文化 有人關心教育 有人關心公共建設 提出的案子都不一樣 接下來呢 市政府就麻煩了 你開始要匯整市民的提案 開始做分類 比如說某些類型的提案 要分到哪個局處 要分到哪個局處 這是市政府的作業 他要把民眾五花八門的提案 做基本的分類 並且分到各局處 讓各局處去想辦法做 所以這個完全開放模式 基本上是沒有設限 開放所有市民提案 據我所知 這個好像是台北市目前想要做的做法 好 那這個優點是說 它的設限幾乎沒有設限 你到時候可能只要年滿某一個年齡 你就可以提案 或者你只要設計或居住在台北市 就可以提案 那這是一個非常高度開放性的 門檻很低的提案方式 這是它的優點 那可以鼓勵市民發揮創意 但是它的限制非常清楚 它的限制就是 這個做法一定會造成市政府基層員工的反彈 因為它涉及非常全面性的行政上的變革 各局處必須要開始花很多的時間 做參與市場的作業 那你在之前有沒有做良好的培訓呢 公務員有沒有做好準備做這些事情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 你講太明白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在台北市幫忙培訓 我知道狀況可能不是那麼理想 那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這個概念在台灣過去是缺席的 所以呢 我不建議台灣任何一個行政機關 倉促的去推動它 我完全不正義這麼做 但是很遺憾的是 目前台灣想要推動的行政機關 看起來都很急 我不知道是在急什麼 坦白說可能是為了績巧 或者為了形象 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由你們自己心中的拋斥 再來 這種模式另外一個局限是說 它表面上門檻很低 開放大家提案 但是問題來了 你開放提案 不代表你可以收到夠好的提案 萬一到最後都是很爛的提案 排擠掉 是否預算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找出一些機制 來確保市民的提案 是夠精緻的 可行的 合互法規的 那這要怎麼做 還是要靠行政部門的配合 這個做法 你可能需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各個社區 在各個地方 一方面去推動參與市預算的理念 一方面你結合既有人在地的團體 去做在地的賠利 做社區的動員 你就透過這個方式 第一個 你才能鼓動捲動夠多的人 大陸這個過程當中 而不會到最後變成都是老面孔在提案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 你還可以確保 這樣子提出來的提案 它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品質 因為你是一個經過賠利的過程 提出來的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最難做的部分 但是它是參與市預算 能不能夠成功 能不能夠變成完真的 行政改革的一個關鍵素材 我猜一下 再來第三種模式 我把它叫做各局處模式 這個做法目前是台中跟新北的做法 他們做法就不是拿出一筆錢 去開放所有市民提案 而是去根據不同的局處機關的需求 讓局處自己去推動 讓他們去推動 跟他們原本業務就有關的一些預算額度 把它放到民間區 讓民間來提案 那這個做法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它涉及到整個行政上的變動 可能也沒有程度沒有那麼大 那公務員的反彈可能會稍微少一點 這是第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漸進性的變革 比如說 新北市目前我比較了解的是 金發局 他們在推動一個節電參與市預算的一個方案 他們做法是兩層的做法 第一層是他們開放投標 開放大家申請 開放各個社區的團隊 來申請成為市府認可的執行團隊 接下來再由這個執行團隊到地方上去推動跟搜集提案 所以這是一個兩層的過程 第一個市政府要組成委員會 會領選出合格的執行團隊 第二層由這個執行團隊回到地方上去 鼓動地方的參與 去搜集提案 這是一個兩層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就有照顧到在地的賠利 就有照顧到社區的賠利 那這個是我覺得可以 假如台灣未來要做的話 那目前新北、金發、勞工、台中市的都發 大概都是採類似的模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密切觀察的模式 大家可以觀察看看 經過這一些在地的團隊 去捲動一般市民的過程以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一些比較好的效果 然後你們也可以把這個模式 拿來跟其他類型的模式做一些比較 比如說你可以跟台北市的完全開放模式 還是跟市議員推動的模式 大家相互比較一下 看哪一個搭討比較好的成績 好,剩下一張 接下來我提出一些 未來如果我們要看台灣的參與市預算 有哪些發展方向 可以提出一些觀察的視角 那這個視角 這個概念架構來自於這位德國學者 阿尼亞博克 他是一個年輕的學者 做參與市預算的研究 之前也跟CENOMAC教授 曾經一起執行過一些計畫 那這本書 明年即將出版中藝本 因為我有擔任審定的工作 他這本書裡面 比較了法國、德國跟英國 三個國家的參與市預算的案例 那是非常精彩的一本書 那我借用了一些他的 影驗的架構 來去談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觀察 第一個 我們要去找出 在台灣到底是哪些人 扮演的擴散行動者交測 這是一個學術用語 擴散行動者指的就是說 我把某個理念去推廣去擴散 這樣子的人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不同類型的擴散行動者 最後推動、最後轉型出來的東西 結果通常是非常不一致的 在國外今天都是這個樣子 並不是說 你只要有人出來喊參與市預算 最後出來的成果都一樣 絕對不是 它涉及到是誰來喊 第二個 誰來喊還不夠 你要看他具體喊了什麼內容 這個東西把它叫做frame 叫做概念的架構 或概念的框架 不同的行動者 他是透過不同的框架 去認識這個世界 他是透過不同的框架 去理解他心目中 理想的參與市預算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文本上的分析 做訪談等等 去瞭解哪些不同的人 透過什麼樣不同的概念的架構 去推動他們理想中的政策 這是架構的問題 框架的問題 第三個 我們去觀察說 台灣的參與市預算的實踐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構成了民主的創新 Democratic Innovation 就是它真的能夠去深化明珠 形成一個新的民主參與的機制 在多大程度上 它達到這樣的成效 接下來我繼續談這個部分 下一張 我就不多談 概念框架 這個地方是稍微來解釋一下 它指的是一套相對融貫 但是有彈性的觀念包裹 行動者在理解世界 或者提出主張的時候 都會有意無意的運用到這些概念的包裹 這個大概就是概念架構的意涵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德國的參與市預算 推動的時候 大多數推動的行動者 他們談的是 叫做公民市政 這背後有一整套概念的基礎 或者是所謂的 Mits-Pustimo 共同決定 就是民間跟國家 共同決定某些事務 但是這個部分 放在法國就不一樣 法國談的是 參與市民主 它不是用什麼公民市政 什麼概念 在英國 就是用Community Development 或是Community Empowerment 這個東西 談的是社區的賠利 或社區的發展 那這個東西 不同的概念框架 都會影響到 他們不同國家實行參與市預算 最後出來的模型 長得非常不一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在英國因為非常強調社區賠利 所以最後他們推出來的參與市預算 幾乎全部都局限在社區的事務 沒有針對群實的 沒有針對更廣泛層次的討論 那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局限 這是一個缺點 因為每個人都是回到自己的社區 只看到自己社區的事務 而沒有辦法跳脫出某些狹隘的 或在地的觀點 那有人認為這是很可惜的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部分的比較刺激 這是我的一個分類 因為台灣現在有哪些人在推參與市預算 我做了一個大致的分類 那我不敢說這個東西窮盡了所有類型的行動者 但是這個是我目前的一個觀察 第一類就是我把它叫做具有左翼色彩的學生跟運動者 那他們的概念框架大概包括幾個 第一個他們喜歡談巴西或南美洲的模式 談漁港 因為漁港是一個非常高度直接的民主 而且決定了非常多市政資源的一個模式 而且結合了很多社會爭議的原則 第二個他們談參與市民主 第三個他們也談社區培地 那本人就是第一種 那本人就是第一種 好 好 我只有會把我自己identify出來 其他我都不會指名道士 所以是 這樣不會得罪人 好 第二個 第二類在推參與市預算的 是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 有一批學者有參與過或操作過審議民主的經驗 那這一批學者或者非正式的學者的網絡 目前也在台灣推動 那他們會談的概念框架 比較是審議民主 還有社區培地 那其實上面這兩個還算蠻接近的 OK 那 只是上面可能多談了一點 全球南方拉美的一些案例 那他們更強要審議這個部分 也許可以這樣子分 第三個是第三種類型的行動 總之是某些公刑或財政方面的學者 以及部分前朝或者現任的官員 他們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但是他們的概念架構就比較不一樣 他們看到的是 我怎麼樣透過某些行政上的革新 來讓行政更有效率 或者更能貼近一般市民的需求 這個在公共行政的文書裡面 叫做使用者導向行政 使用者導向的公共行政 他們希望可以把原本非常不在意使用者 全球的公共行政 轉型為一個更在意使用者 或在地需求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 我們一般把叫做good governance 就是良好質疑 或者是行政現代化 覺得過去行政不夠現代 我們應該把它現代化 那這個概念框架跟上述兩個 會有一點點差異 那目前這三種人 都在各地有他們自己的一些實作網絡 他們推動的一些脈絡 請大家注意 台灣未來參與市預算的走向 相當程度上只有取決於 這三種行動者之間 如何既競爭又合作 是講白的是這個樣子 那我並不是說 因為我是最上面這種 所以下面兩種都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們有不同的 對於參與市預算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想法 最後translate到具體的政策 產出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彼此衝突的地方 那到底有取決於不同的人 如何去協調彼此的概念 下一張 接下來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們怎麼樣去評估參與市預算達成的成效 大概有幾個判準 我們一樣是從何可這本書列出來 第一個是參與的程度如何 第二個是決策是不是有約束力 是不是真的把政治權力下放給一半市民 第三個市民有沒有程序上的權力 還是說參與市預算的程序 只能由官方來定 還是說某種程度上市民參與以後 他可以去跟動原來的遊戲規則 這個叫程序權力 第四個是有沒有良好的審議內容 還是只有投票 只有投票可能是不夠的 最後一個就是這樣整個參與市預算 最後達成的哪些效果 比如說它有沒有使整個財政的透明度提高 它有沒有使一般社區更了解預算的問題 我們把整個不管是行政上的 財政上的社會上的文化上的各個後果 把它做一個綜合的評估 我認為這五個面向缺一不可 我們在評估任何一個參與市預算實驗的時候 都要照顧到 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個人根據上述的一些學者的研究 我自己做的一個概量版的一個評估的框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比如說我會分成制度面跟非制度面來談 那兩個各可以分成廣度跟深度 這是一個比較細緻的 我可能沒有辦法細講 我隨便講其中一個部分 比如說在制度面的深度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看至少在形式上市民的決議是不是具有約束力 還是說你最後投票出來的方案 最後政府不做了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第二個 我們去看市民能不能夠某種程度上去更動整個參與的流程 就是上述談到程序上的權利 第三個 投票投完 不是就結束了 市民能不能夠在投票結束以後 還有某些機制去監督決議的執行 這個很重要 因為在國外很多國家的例子 這個部分是缺少的 很多市民投票完就算了 那這個部分其實不是我們樂見的 第四個是 納入審議及投票的議題類型 是不是夠多元 除了在地事務以外 可不可能納入整個都市發展的願景 整個都市層次的 你願不願意讓一般市民來討論 直接大方向 還是說你把市民就綁在社群裡面 你只能討論社群市民 這部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的部分 其他就請大家各自參考 好 下一張 任何一個參與市預算 它的成果大概都會取決於 這三種東西的互動 一個是state power 國家權利 就是行政機關 真正負責執行參與市預算的行政權利 再來是公民社會的架構 包括一般人非政府組織等等 如何在公民社會裡面理解跟推動這個政策 第三個是所謂的政治社會 就是政治巧遇的行動者 如何去理解公民社會的要求 把它轉化到國家權利裡面去 大概取決於這三個東西的互動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看國際上的一些經驗 我做過一些國際上的比較研究 我們幾乎都可以發現 一個參與市預算 假如只有由上而下的推動 完全是單方面的由國家權利 這個地方去推動它 我們看到在國外的例子 通常都是好景不長 通常推動了幾年以後 就無幾年中 或者昙花一些了 我們不希望台灣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給的一個建議是 我們必須把另外兩個面下補進來 就是公民社會跟政治社會 公民社會這個部分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目前台灣 在推動參與市預算裡面 最缺乏的一塊 怎麼說呢 你看到我們現在推動幾個案例 新北市市議員流失 台北、新北、台中 市政府推動、各局處推動 幾乎全部都是由上而下的 你好像還沒有看到是由公民團體 或公民去倡議以後而形成的 幾乎都不是 目前台灣推動的方式 幾乎都是某些學者或某些團隊 透過政治社會的轉譯以後 去影響到國家機關 然後由國家機關單方面來試作 我們看到是比較像這個樣子 而且在政治社會裡面參與的也是非常非常少數的人 比如說我們覺得政治社會裡面 比較具有進步色彩的 跟公民社會連結比較深的 像在座的綠黨跟社民黨 反而對這個政策沒什麼興趣 我告訴你我講的很直接 至少沒什麼討論 所以你看到新北是國民黨市議員的推動 所以很出乎一般人的力量之外 所以我希望不管在公民社會 還是在政治社會 都有足夠多跟不同類型的可以補進來 把這個力量補齊 我們看到國外經驗是 在參與式預算的課題上面 公民社會一定要提出自己的議程 他必須提出自己的要求 而不是放任這個政策的走向 完全讓政治社會和國家權力所壟斷 那壟斷以後 下一步就是籠落 再下一步就是收買 再下一步就是結束 我們看國外經驗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假如公民社會不能夠透過這個時機 慢慢的壯大自己的力量 因為我對台灣的參與式預算不是那麼樂觀 這是我一個很誠心的建議 那我並不是說目前的推動方式一定會朝快的方向走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目前推動模式還是有可能 由上而下的去捲動某些在地的力量 讓在地的力量長出來 這是有可能 在國外經驗也是這樣子 比如說在巴西的漁港 漁港我們都說是國際上一個典範 漁港分成16個行政區 我們都以為漁港是高度 公民社會高度蓬勃的地方 但實際上不是 那16個行政區裡面 也有一兩個區 過去幾乎沒有什麼基層組織 幾乎沒有 但是他們在推動參與式預算以後 很多基層組織慢慢地漲出來 在那一兩個行政區裡面 因為很多基層組織就會發現說 我們有一個機會 透過某些機制去影響資源的分配 這個時候開始會有一些市民集結起來 討論公共議題 那這個就是一個契機 所以雖然台灣目前是由上而下的推動 但是它還是有可能有一個突破的缺口 那這個部分需要在座所有人 一起來努力 那我的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你們 很精采 對不對 再吃熱烈掌聲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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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他也提供了我們未來的思考方向 方向 然後 因為現在 嘉華還有跟一群朋友 他們有在打一些 我們今天談的東西 Peddy有在打 所以到時候會把這些東西 釋放出來 也讓大家回去做參考 因為究竟我們來這邊 不是只有談而已 也談完以後要去做 這些要做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 我們9點15分 要把這個 這個場地復原 不要管回去 所以我們只剩下15分鐘的時間 那這15分鐘的時間呢 我想說如果說 我們之後 還會有幾次的參與試預算 的討論 之後還會再辦幾次參與試預算討論 跟細部的 然後更 按例式的討論 所以我們就留在之後再來談 那我想說 剛剛針對這些問題呢 其實有幾個問題 可以問的 第一個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行政力的問題 到底那個300個人 300壯士怎麼去 培力出來的 怎麼形成 因為我們覺得行政力沒有配合的時候 實際上還有一團混亂 所以我們可能 剛剛也有跟 我們使用Wunderland 有提過說 他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行政門員這個行政力 怎麼出現 然後 有他講完以後 我們再請 Sandle Map再來做一下 做一個短短的一個結語 做一個對預責當中講的回應 最後再由預責再來 三分鐘的回答 三分鐘 三分鐘 我們都要結束 915 我提到的300thereum司在正在接受了核心这300担任已经 有的招枇中是有关的评论 而原本它们趋势作为那种做出 Squid 有关远超级筒的asi sta加上链 所以它们也有剧场的结果 这些各种货币 务的货币 他们没有继续 他们没有难受到的打工 在此部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也想要兴奋 他们的性质币 对我们的货币 最少但很 rare 我们看到的 有些失败 在理解 的工作 他们有没有 专门 而是否有所謂的確實性,而是否會有所謂的確實性,而是否會被人家說的確實性,而是否會被人家說的確實性。 曾經跟成本的部分調播出大約是300位公務人員施政團隊公務人員的人力來做 這當然是從原本的團隊,並不是說額外的均衡300位 但是這300位市政高層很明顯地跟他們說蔡醫師預算是最優先的 所以我們就是優先處理,你們其他的企劃、其他人先隔著,我們先把這些有公民、市民提出來的這些企劃的可行性跟成本評估做出來 因為這個是最優先的 至於說這300位公務人員們有沒有反彈,其實倒是沒有 就是因為他們很快的也就了解到一方面是跟公民朋友、市民朋友合作的過程中有很多的正向的回饋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基本上他們是樂於做這些事情的 但是發生的一個問題是有時候他們可能誤解了他們的工作內容 因為他們必須做的是可行性的評估還有成本效益的評估 那有些公務人員朋友們他們就可能沒有搞懂這個部分,他們就直接去判斷說這個企劃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值不值得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跟可行性跟成本評估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後來時候都有一些修正 那這是巴黎市政府的相關的成本 那另外要補充就是巴黎市政團隊總共是五萬五千人 所以裡面播出三百位的事還不可以 我們就要聽到這些具體的數字 我們才知道說萬一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需要多少人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巴黎山板可以做到 萬一我們用了更多的人的時候 那一定重新應該有一些問題在 這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接下來就再請三位來的數字 我這一點我會在想說 是要關於這個情況 我們在過程中的19歷史 我們面前面的二十二世紀 在這兩次世界的情況上 在二十二十二歷史上 在二十二歷史上 在第二十二歷史上 在一十二歷史上 在一十二十一歷史上 在一十二十一歷史上 中国外国家英国陆的主义和中国美国陆的官司 而在西方,在一種不同的 context, 也有需要在建立的東西, 而在建立的東西, 而在建立的古代, 但在建立的古代, 他所提到的解釋, 他所提到的解釋, 19世紀、20世紀,面對當時的一些挑戰,工業化、資本主義的形成,西方世界的北美國家在政治上創造出福利國的概念,全民公投的制度,代理是民主等等。 如今,其實Santo Miao教授認為全球的現狀已經迫使我們必須要再次的在政治制度上進行創新,而且是徹底的創新,並不是說拿西方國家的模式來,當然必須要接種過去的經驗,但是必須要創造出新的東西。 這是為什麼亞洲作為許多新的民主國家的經驗、常識的一個所在,有它非常重要的責任在。 希望全球的民主可以造出一個錯誤。 好,那我簡單結論一下,那基本上從我的角度來說,我非常高興看到台灣有人願意去推動財政預算,而且我本人也是其中一個推動者。 但是呢,我基本的想法是說,台灣如果要搞就一定要玩真的,不要變成最後是政治行銷。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件事情記起來,你以後看到任何一個政治的團隊去推動財政預算,你都要仔細地分辨清楚,他是不是在做真的。 他是真的希望把一部分的權利交給市民來運用,還是他只想奪得一個政治向的名聲。 這個我們身為一個公民都必須要睜大眼睛。 那我覺得目前的推動看起來,對我來說有一點點操之過激。 而且有一些推動者看起來是希望把它簡化為一套簡單的操作程序。 什麼叫參與室預算,他們的理解就是說,就是把一部分錢拿出來,給大家來提案,提案完投票,這個就叫參與室預算。 對我來說這個不是,或者不只是這個樣子,比如說在提案之前,我們有沒有一個好的社區賠利的機制, 讓確保提出來的案子是真的有意思的提案,真正豐富的提案。 再來提案完之後,市民之間能不能夠面對面的審議,針對不同類型的提案去討論各項的優缺點, 而不是只是看完網路上的宣傳以後,形成一個新證,就是投票的算認。 第三個是,即使投票結束以後,還要不要忘記,你投了票以後,你就有責任要負起來。 你要想辦法去監督這個案子到底有沒有確實的執行,錢到底有沒有真的花在你原本投票設定的那個刀口上。 所以你至少把這三個環節綁固起來,才是一個真正能夠去賠利地方的一個這樣的參與室預算, 或者更廣泛來做參與者的明珠。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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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廁所要講了一句話,他們非常謝謝文廁 請大家再給他們四位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他們在談的時候,他們都談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看到台灣當前的政治的時候,在談參與市民主或參與市預算的時候 我們會警覺到他們可能是在做秀,或是因為流行 可是他們一直提出一個東西,你要玩要玩真的 那其實剛剛也可以看到說,聽到律者落書他們有沒有講 我覺得以後有參與預算出來那個錢丟出去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開始,比較有資本就可以開始去綁掉 也可以就做這種事 這個很容易馬上去想到那個邪惡的部分,就知道怎麼做 如果沒有公民的參與的話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剩下一分鐘 那在禮拜四的同一個時間,十九點 然後在三樓,我們一樣會有一個關於開放政府的討論 參與市民主的討論 然後也歡迎大家來,因為雖然是自由報名 但是那個場地差不多是這裡的一半左右 然後相信那時候會有很多人來 那如果說很抱歉,要先跟大家講 萬一擠不進去就擠不進去了 就沒有辦法說,請大家先去檢聯 然後最後呢 我再幫大家要問一件事情 他們三位都同意可以把他們的PDF全部都釋放出來 然後給大家使用再次的樂利的討論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 然後也謝謝Peggy 那個也對Peggy舉下手 Peggy、唐鳳還有佳華舉個手好不好 大家謝謝他們一下 他們也把非資料都釋放出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